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9月12号 我是加勒美术的老家梅子 都说世界文明有三大基石 一就来自于古希腊的 就是来自于古希腊 那么古希腊 它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物序的东西 提供了文化的基石 比如说古希腊的文化 古希腊的这个音乐 古希腊的艺术 那么第二个基石来自于古罗马 那它提供的是一些物实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法律 我们的一些规则制度 来自于古罗马 那么第三个就是一直到现在 我们还在一直在渊源流长 去大家都广泛认可的 就是我们的基督教 基督教也是 这是我们三大现代文明的基石 古希腊它的这个文化 和我们中国的文化一样 渊源流长 为我们的现代生活 一直哪怕到今天 今天一直在丰富 我们的精神生活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基石 那在希腊的总理 在最近的10号 最近的一次叫西伯会上面 他提出了关于20多项 振兴疫情之后 振兴希腊经济的一些举措 比如说有为降低免税 为一些企业的免税 免税政策 有为低收入提供250欧元的 一个一次性补助 还有为年轻的夫妇购房 提供优惠利益 还有一些跟减税 相关的一些政策 有非常大的一个支出 那么这里面我们最关心的一点 就是希腊的总统他提出来 就是希腊的这个黄金居留签证 即将从25万欧元购房的门槛 提高到50万欧元 也就是说以后政策一旦实施以后 我们就必须花50万欧元买房 才可以来申请黄金居留签证 那希腊的这个黄金居留签证政策 已经有很多年都是20万欧元 也非常受我们中国申请人的青睐 并且在历史从2010年到至今 那这个黄金居留签证的 在从国家官网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 它一直是在我们中国的申请人 一直是在这个申请购房 通过购房的形式来获得黄金居留签证 是No.1的位置 可以看到希腊我们国人是有多喜爱 那么获得希腊的黄金居留签证 它有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没有移民间 第二子女可以在希腊 对吧 以最低的学费来就读 最好享受最好的国际教育 它有英式教育 它有六大名校 有这个E-level 有这个A-level的个程 还有IB课程 你可以无缝对接英国 英式或者是美式的教育 那么还有它的这个低生活成本 舒适的海风 随处我们 我们步入式的海滩 步入式的爱情海 对不对 给了我们无限的浪漫 无限的浪漫 对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享受 就不仅仅是追求 而应该来说是享受 那它的房子的价格一直也不算贵 25万欧元 在希腊 通常是可以买到一套或两套房子 如果你会买的话 那现在呢 那当然它还有医疗政策 对吧 它也是全民社保 当然如果你要更好的医疗 你还是需要去购买 购买上医疗保险 才可以获得更全面的这个医疗 要保障 它的这个医疗质量 在全球是排名第14位 第14位 所以说 然后它没有移民间 所以大家到了希腊 它这个对海外 对或者说对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接纳度 也比较高 它比较和平 没有那么多的事 并且我们 它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关系也很好 像中国的这些能源集团 港口 港口的大大的公司 远洋集团 还有工商银行 全部都在希腊入住了 虽然它界面上是以希腊语和英语为主 但是我们在这里生活 一定不会有很大的障碍 不会有很大的障碍 获得黄金居留签证 也就是获得希腊的永久绿卡 但是你要是想拿到入籍呢 至少要在希腊住7年 才可以申请 并且要考一个希腊语 所以大部分的人 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所以入不入籍 这是你的选择 总之它没有移民间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可以走 随时可以走 那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即将辨证 25万欧元涨到50万欧元买房 那这样会筛选 就会让申请人 喜欢希腊的申请人 要进行重新选择了 因为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面 希腊目前就不是最便宜的 那最便宜的投资款的是马尔他 马尔他可以25万国债买房 或者说一次性的费用 您出上这个利息费用 大概是14万欧元 也是全家移民 并且而马尔他 比希腊好的地方是 你的子女如果说超过21岁 但是也没有经济能力 那么马尔他也是可以一起带进来 但是希腊的子女的年龄 只能在21岁以下 当然希腊他的好处是 他的国家大 他的这个 在经济上 我认为还是很不错 跟中国的关系 你的这种 当然马尔他 他也是海岛式国家 但是他偏旅游 来马尔他旅游的人 我认为生活化 更多的 气息更浓郁的 仍然是希腊 两个国家我都去过 我自己个人更偏向喜欢希腊 好的 但是他的这个语言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障碍 然后希腊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子女的年龄 如果超过21岁以后 他的这个黄金居留签证 就得独立了 这个时候 也就是他的黄金居留签证 会作废 这个时候你要么呢 就给他再买 再按照希腊当时的法案 再给他重新来申请 以他的名义 做主申请人来申请 要么呢 您可以自己把父母 把黄金居留签证放弃掉 然后让子女来申请 这个就显得 有点悲哀了 这是希腊不太人心的一个地方 那值得我们申请人注意 而马尔他没有这个政策 拿到永久 就是拿到永居卡 就是一辈子永居不存在 他也不要你买房 就是买基金 所以说在25万欧元 现在快速要决定的 就是到底是选希腊 还是选马尔他 这个快速决定 如果希腊你放弃掉 你仍然可能 马尔他还有时间去选 但是如果你希腊 再想去买的时候 就会变成25万欧元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的 关于其他国家就不对比了 40万团捐 最低的是爱尔兰 然后爱尔兰100万欧元买房 葡萄牙 里斯本买不了房了 只能买 他的房子还是50万 但是买不了里斯本 或者50万买基金 然后西班牙仍然是50万欧元买房 这些都没有变 所以说如果希腊的 这个购房移民政策 他的投资门槛涨到50万欧元以后 我认为申请人就会更多的去对比 西班牙 葡萄牙和爱尔兰 而不仅仅是希腊了 这个应该会难卖一些 我认为应该会难卖一些 所以大家就是趁现在低的这样一个政策情况下 赶紧选择 毕竟前段时间才涨价的是土耳其 从25万美金买房 涨到了40万美金 那这一次希腊涨价是证据确凿 一定会涨 一定会涨 就100%会涨 所以大家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25万欧元的现房 大家如果感兴趣 也欢迎联系我们家的美出国 现在还来得及 而且我们承诺 如果是没赶上这个政策 我们25万欧元的钱 是全退给您 好的 我们科普微信 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感谢您 跟我们联系 我们家快速来给您 对应关于希腊辩证 前辩证后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工作 好的 感谢您的收听